爱情靠争取 无爱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喜 我是相亲特派员中岳 今天我们的女嘉宾呢 是在几个月前曾参加过我们节目的 为什么她现在又来到节目中了呢 现在呢 她也是朝我们走过来了 哈喽 哈喽 女嘉宾 今天穿得非常的靓丽 那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图曼希 大家好 我是图曼希 时隔两个月我又来了 眼前这位图小姐两个月前来过凡人游喜 24岁的图小姐是一位幼师 性格温柔内敛 想要找到一位有上进心 爱干净 会做饭 能包容自己的男生 在上期节目中 节目组也为她安排了一位会做饭的男生 两人对彼此第一印象都很满意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男生也急切地想要确认两人的关系 让图小姐觉得不太礼貌 之前呢 上一次是因为那个男嘉宾比较心急 拍到一半的时候 她就找我要微信 然后我就觉得比较唐突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小细节 让我不太满意嘛 然后就失败了 再次来到凡人游喜 图小姐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这次呢 我有了新的变化 一个呢 是工作上 我找了一份新的工作 换了一家机构继续当幼师 然后呢 就是我的兴趣爱好上 我爱上了唱歌 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 就是遇见你 在人海茫茫中 静静凝望着你 陌生又熟悉 尽管呼吸着同一天空的气息 却无法拥抱着你 我的择友要求 其实跟上一次差不多 就是希望她爱干净一点 会做饭 然后性格比较温和 能包容我 然后有上进心 然后呢 希望她成熟稳重一点 女嘉宾的则有要求 一 爱干净 二 会做饭 三 性格温和 能包容自己 四 有上进心 就最看重什么呢 最看重的是人吧 最看重人 然后为人厨师啊 然后性格方面 那你对对方的工作 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对工作的话 我没有特定的要求 但是我希望她上进一点 因为我自己的话 除了做优势 我还会坚持做其他的 来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吧 作为观众 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新高观传员飞桃 今天的女嘉宾 长得好漂亮 好温柔啊 唱歌的时候 哎呀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甲子音 虽然我们这样的中老年人 听起来觉得 嗯 过于甜美 但是呢 我知道这种声音 和这种外形的女孩子 在直男的世界当中 是很受欢迎的 我们的女嘉宾 来到节目当中 想找的另一半呢 蛮简单的 就是要温柔 要有上进心 爱干净的男孩子 那么这种类型的男生呢 在我们的嘉宾库当中 其实也不难找 那么我们的编导 会给他推荐 怎样的男嘉宾 在了解到图小姐的诉求之后 编导组立马展开了讨论 为图小姐匹配合适的男嘉宾 这个女嘉宾在上次的节目中 就是因为男嘉宾太着急了 所以就没有牵手成功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 她本身的性格也是比较慢热 比较温柔的那一种 既然她性格比较内向的话 我觉得她适合找一个 个性外向开了的一个男生 来带动她 其实之前我有做过一个男嘉宾 然后是来过节目的 她呢就是今年28岁 然后是做销售的 性格的话 也是应该是比较外向的那一种 然后年纪上面呢 其实也比较符合女生说的 就是需要成熟了 做销售的很不错呀 能说会到 而且听你说她的年纪也差不多 也应该就是很想找一个对象 稳定下来的 应该态度还是比较真诚的 我觉得 这位来过凡人游戏的男嘉宾 到底是谁呢 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她 大家好 我叫杨甜甜 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 本期就有男嘉宾 杨甜甜28岁 身高1米73 职业房地产销售 月收入7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有代步车 眼前这位杨先生两年前来过凡人游戏 当时的她 想找一位漂亮孝顺的女朋友 我们也为她安排了这样一位女生 她对当机女生也是一见钟情 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杨先生觉得女生不够真诚 而没有选择牵手成功 涂小姐温柔漂亮 符合杨先生的走友要求 而杨先生的成熟上进 也很符合涂小姐的走友要求 综合来看 两人的匹配度达到了70% 但现在杨先生的工作地点在江津 涂小姐能接受吗 那我们今天也是给你物色了一个男嘉宾 但是她是在将近工作 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远 我觉得还好 距离都不是问题 那我们男嘉宾她是从事一个销售工作 房产销售 觉得这个工作怎么样 销售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不错的 只是如果从长远的规划来看的话 到时候就看她自己有没有别的规划 其他的工作规划可以再见到她之后再去问她 其实我觉得销售如果做得比较好的话 工资还是挺高的 对 这个我知道 那我们就一会儿上车去找男嘉宾 好 走 就在栏目组带着涂小姐前往杨先生的工作地点 将近的途中 意外却发生了 路嘉宾 不知道刚刚你有没有听到编导在旁边打电话 我听到了 听到了 是吧 男嘉宾好像对于 就是我们稍微迟到了一点点 有一些意见 刚刚还给编导发了一条信息 然后现在手机也在我手上 她说我不喜欢迟到 要不改天吧 反正她都没有来 正好我今天临时也有事情 我觉得我们走这么远 去将近找她 她就迟到了一点点 她就这种态度 我觉得这也太不太礼貌了吧 太不尊重人了吧 我们都在路上了 这么远去找她 本来这么远的地方 有一点时间上的差距也很正常吧 因为我们是从主城石销户这边出发 过去也要差不多一个小时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堵车嘛 她也可以理解 但是男嘉宾呢 她也是因为工作很忙 你知道她的职业吧 房产销售 然后周末的时候 可能正是她比较忙的一个时间 要带客户 所以她可能也有一些着急 我觉得本来的事情都是越好 大家都应该空出一天时间 来做这件事情嘛 但是她能够高兴 我觉得她都不是那种事 我们也稍微理解一下她 然后收拾一下心情 先在车上休息一会儿 然后到了之后咱们补个妆 一会儿美美地跟她见面好不好 好 杨先生因为图小姐迟到而有些情绪 而图小姐也觉得杨先生不礼貌 还没见面 两人对彼此的印象就十分不好 那今天的相亲还能顺利进行完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们终于到达了杨先生的工作地点 现在心里面有没有一点点紧张 我们就要见面了 没有 希望一会儿她可以打消你这种情绪 杨先生没见到 却先见到了杨先生的亲友团 你好 我们是帮你们有一个同事叫杨甜甜 过来帮她相亲 请问一下她在吗 好 我们稍微等一下 把她过来 你们都是她的同事是吧 她这个人平常在你们这里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吗 你们跟她关系好怎么样 她们很好啊 她们很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很漂亮很漂亮 很漂亮 你给她夸奖一下这个杨甜甜吧 让我们女嘉宾了解一下 很耐心 人很耐心 而且很乱心 很乱心很耐心 这个乱打 好 谢谢 谢谢 看来那个杨甜甜在这里 还是很受欢迎 这个哈 哈喽 你是杨帅哥的亲友团是吧 对对对 男嘉宾去哪儿 知道吧 回来 快回来 他到哪儿了呀 到了吗 到了 到了 我刚刚在外面就一直看到你 在我们周边晃悠 他叫我先来 先来 见一下你们嘛 我们今天也是把女嘉宾 特意带到将近来了 就是我旁边这一位 叫姓涂 可以啊 帮她先把关了是吧 不管是同事还是亲友团 对涂小姐的颜值 还是很认可的呀 趁着杨先生还没到 涂小姐也是向亲友团 了解起了杨先生 他平时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性格的话分还是打打打打打打的 然后有点男子主义 性格的话还是比较和和平时 话比较多还是 就在亲友团向涂小姐 安丽阳先生时 她终于出现了 好 已经来了 男嘉宾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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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一点害羞吗 有点点 你第二次来节目了 应该不会存在害羞了吧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好 这是我们的女嘉宾 来 先跟她握手 认识一下吧 你们两个 自我介绍一下 你给她说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你直接说就行了 看见美女有点紧张 我能理解的 我叫杨天天 今年多少岁 今年18岁 我叫楚曼西 今年24岁 女嘉宾刚刚我们是把她 从石窍铺接过来 然后因为路上有一点点堵车 是吧 我们也是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过来 然后你好像刚刚给我们编导 发了一条信息啊 今天我确实在临时员的事情 因为我要想想一些客服 因为我们小时候还是不定时的嘛 还有事也不忙有时候嘛 所以说一个是不定时的 对 这个事情还是偶然心的 都是爱装 但是我记得前面好像还有一句话哦 说的是 嗯 我不喜欢迟到的人 你是对于时间观念很强的一个人是吧 不 我不喜欢自己吃到 我也不喜欢别人吃到 那我觉得今天也稍微理解一下 我们毕竟有点远 你也经常往返组成 应该也知道吧 有时候确实会有一点点堵车 这个我的理解 我觉得是 那个我的理解 我的时间和时间管理的方面 这个上啊 都要自家跳 不是说堵车 都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那看来对女嘉宾 还有一点点怨言哦 你这个 没得没得 没有是吧 没得 好 那女嘉宾坐了一个多小时车 也有一点点旅途疲惫 你觉得应该给她说一句什么呢 你来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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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句话说的 不是 我说实话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的 就我跟那个 跟他们沟通 就让我等了很久 我心里面不是舒服 杨先生从出场 就一直在表示图小姐迟到 所以自己情绪很不好 但杨先生这个不爽的情绪 仅仅只是因为图小姐迟到吗 好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 就是有情绪在 我们好好的进行相亲 好吧 好 好不好 我不晓得 我说实话 都他们讲过相声的 有一定差距 都他们讲过相声的 有一定差距 你是说 你要不过来一点 我们单独过来说吧 过来 过来 你是说女嘉宾跟照片 有一点差距吗 对 这些基本情况 编导在跟你联系的时候 应该是跟你讲过的吧 我跟四十两个人 真差 他做些道具 可是我想一想 是有想一想的 还是有 我跟他看了照片 他也看了视频 我确实是 有差距 看来对颜值要求还是很高 也不高 那你觉得我这种能不能达到你 也差一点 也不行 你要说 那个我能说 不是 但为什么 你不在照片 然后我发照片 和那个视频 都不会说 为什么没有讲 多长个人 都在那个手机里 还没有说 没有演 说的是 我想你现在挺好的 都会不会的 有差距 说实话 都心不想 我看到之后 我自己的感觉 就确实我心里 想想的差距 你看一个女生 最看重的是什么呀 就是外貌 感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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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比较喜欢 哪种类型的女生呢 你给我举个例子吧 就像我杨先生 像是一样的 杨先生虽然喜欢 上次在节目里的女嘉宾 但是两人有误会时 你可是把人家女生 对得差点哭了呀 今天第一次来嘛 建立过好到现在 到至今 我觉得都非常好 可能更多的呀 可能今天就是 有暴走的态度 有暴走的态度啊 可能 只是可能 种种方面的原因嘛 但是就算 我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不仅仅是我的问题 有可能是你哪里 活得不好 然后大早上 醒来化个妆 然后我们找回来 如果我觉得我这种态度 那么冷静一天 还站到来来来来 我刚刚已经说得非常明显了 每个人 你的方式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就是想 我的方式 对不对 我不可能抢家给你 当然你的方式 更不可能抢家给我 我没有想抢家给你的意思 不是说我想解释清楚 我现在已经到那个地步了 我觉得我没必要去说句话的 不是啊 你既然说了 我肯定要问你啊 肯定要说清楚啊 杨先生觉得 涂小姐没有演员 所以不愿意 继续跟涂小姐相亲 甚至连自己的基本情况 也不愿意再介绍 不是啊 他自我介绍 还有不愿意说的吗 他不愿意 自我介绍为什么没愿意说呢 用简单 让我们来的 是啊 那你为什么现在 不愿意做什么呢 你不愿意说呢 我肯定要看你说话 知道吗 所以现在是过河拆场上 你做这个 他送了之后 有喜欢你 你别给他找你啊 我送过了 我想说啊 就是第一次 我先不想玩 第二次是你继续找得很好的 我上次就联系的时候 然后我也是越好的时间 越好的时间 结果你跟我说 你有事情不能够 而且是你不敢跟我说的 然后就把我甩了 然后这一次是 又差一点把我甩了 所以你觉得 就是在我和你两个 不管说 这场也就成熟了 至少就告诉你 一个严重的态度吧 我真成的啊 我说我不想男人 去吃哪个的时间 对不对 我喜欢就喜欢 不想就不喜欢 好 我不喜欢 但是 那咱们就不够了 跟他说 咱们是要回家的难道 好 今天相亲一开篇 就让人觉得很紧张啊 我们男嘉宾发来的这个措辞 信息的措辞都非常的严密 然后我不喜欢迟到 结果我以为 女孩子到了现场之后 哎 男嘉宾一看 哎呀 小姑娘 那么甜美温柔的 主动过来相亲啊 这么天寒地动的 总得有几分感动吧 对吧 并没有 我们注意一下男嘉宾的眼神 全程是不看女嘉宾的 眼神非常飘忽 开始我还以为 她是因为紧张 后来才发现 是不满意 直接的那个 白眼就这么翻来翻去的 好 我要对你说一句话 是什么 就是 你来玩呢 你已经失去了 跟我这个霸道总裁 相亲的机会了 真是态度相当的严厉 我现在才懂了 她亲友团说 她有点大男子主义 是什么意思 果然就是活生生的 大男子主义的写照 就是完全半点不饶人 一点小撮 一定会跟你揪到底的 我们的男嘉宾 在见到女嘉宾之前 是看过女嘉宾的照片 和视频的 而且她对此发表的看法是 哎 我觉得看着挺不错的 就是这个年纪会不会 我觉得编导和我 对于男嘉宾的这个回复 应该是一个 比较客观的理解 就觉得男嘉宾 应该是看上了女嘉宾 这个颜值的只是说这个年纪差 会不会有所影响 但是男嘉宾的眼光很高啊 不但觉得女嘉宾不好看 连我们的主持人他都没有看上 这时候我就要想问男嘉宾一句了 你对你自身的条件 不管是经济条件也好 外形条件也好 工作学历等等 你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吗 要我说的话 女嘉宾这个外形配你 绰绰有余 可能有点伤自尊 但肯定是 配你是没问题的 更不用说这么远过来 主动跟你相亲 杨先生的态度非常明确和强硬 而此时的图小姐情绪也非常激动 说实话我觉得他也不怎么样 他还这么觉得我 确实他稍微有一点挑剔 我觉得他公司才七千多 高也不是还高 他还怎么挑钱 笑他拽他 我工资都比他高 温柔甜美的图小姐 被杨先生可是气得不轻啊 而接下来他的一番言论 更是让我们吃惊 我觉得大老远这么远 跑过来的话 可以让就是你帮我 我看到这里也有很多帅哥 你可以帮我找一下 看看有没有单身的 我去帮你问一下吧 看看有没有其他单身的 重新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好吧 图小姐说这话 多少有些赌气的成分在里面 节目组本着对嘉宾负责任的态度 对现场的单身男士 做了一番了解后 觉得都不是非常合适 刚刚那个都是 前天我来的运权三 就是我觉得好的是 有哪种感觉好 但是不是说带有偏见 我是觉得他们那一群小说 好像感觉都不是很靠谱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女嘉宾 稍微那个 那个两个说外对她负责任的 还是要跟她找个陪的 陪的上她这那位才是幸福人说 不像她刚才两个说 肯定是有独起的成分 这样一种 我还是想帮她陪的一个陪的上 还厉害的嘉宾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 比这个男生条件就稍微好一点的 其实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 我觉得她们那几个朋友 好像更是过来看热闹的成分 多一些 就感觉不像是那种谈恋爱的 要不你再问一下 看有没有合适的 我怎么编到圈里尾 在整个编导组的筛选下 很快我们为图小姐 匹配到了另外一位 合适的男嘉宾 长太多帅气了 感觉应该是女嘉宾 比较喜欢的类型 而且她条件应该还可以 她国人有一份工作 然后还跟朋友和和开了一个 那个就是文森店 但是一个男生呢 她只有25岁 不晓得否和女嘉宾 对陈属的这个要求 她刚好在点里面 我们也不带去女嘉宾 直接去剪 一个男嘉宾 也可以 让女嘉宾直观去看一下 好 行 好 走 图小姐还能在凡人游喜 收获爱情吗 我们刚刚又是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从将军回到了杨家平 有一点累了是吧 有一点 但是接下来这个男嘉宾呢 非常不错 我先给你讲讲她的情况吧 然后她是自己在这个小区里面 开了一个纹身工作室 然后每个月 开了一个小区里面 那就是当游戏 对 对 男嘉宾你好 你好 第一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长相也觉得蛮帅气的 最重要的是她是过来迎接我们 而不是让我们去等她 我刚刚还在给她介绍你的情况 情况还没说得完 才刚刚说到你的职业 要不然你自己给她介绍一下吧 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在吴仙旭 然后今年是25岁 是在做商务BD主管 然后月薪呢 是在8000块钱加一点提成 可能万一块左右 然后现在和朋友开了一个 合伙开了一个那个文献工作室 本期交由2号男嘉宾 吴仙旭25岁 身高1米69 职业 商务BD主管 月收入1万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从事的工作叫商务BD 商务BD呢 是现在互联网的一个新型行业 就是对外的客户外展 然后对外出销就是这样的 因为工作原因呢 然后我在外面是比较能受会到的 但是在生活中我还是沉默寡言 反正我不来说话 除了商务BD这个职业以外 我还和朋友一起合伙开了一个 文献工作室 吴先生虽然才25岁 但事业却做得有声有色 生活中的他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平时的兴趣爱好的话就是 看看韩剧 然后踢踢足球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做做饭 就还是很简单吧 不是很复杂的样子 就感情经历这一块嘛 不然就说出来可能大家不信 我现在感情经历为零 就我们平时朋友也会给我介绍一些女孩子 但是我总是觉得感觉不对 就没有出下去 工作也是比较忙一点 然后也很难接触到其他的异性 没有恋爱经历的吴先生会有怎样的择偶要求呢 希望对方温柔一点 然后持家一点吧 然后就关键是看感觉吧 这个感觉就是说的是 第一个是演员 第二个就是说相处下来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东西不好说说不清楚 男嘉宾的所有要求 一 性格温柔 二 持家 三 有演员 两位今天都穿了一件白衣服 好像情侣装 好像您今天穿的有点薄 您冷不冷 我觉得还好 那我工作室处附近 要不我们去坐一下 好 吧 好 一波三折的相亲节目 来到了第二场 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出现了 哎哟 天哪 一看我就觉得 可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吧 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这个发量很感人 然后眼神很温柔 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我们一号男嘉宾那飘忽不定的 一旦看到你就是给你一个大白眼的眼神 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的 我们的男嘉宾是一直用温柔的眼神 注视着女嘉宾 而且一上来就说这个天气有点冷 你要不要用我的外套 穿一下 保一下暖 这种态度真的是超级体贴 而且据我所知 男嘉宾的收入相当不错 虽然他在节目当中说的是八千的理性 其实不止这些 也就是说又温柔又多亲 这样的男嘉宾 我都是觉得今天的画风一下子就顺了很多 吴先生的关心和体贴很有绅士风度 不开心了一天的图小姐 也开始展露笑颜 你跟朋友合谎就开在这里开店是吧 对了 店里还养了一只猫 这边就是我们平时休闲娱乐和设计图子的地方 这边是 然后平时工作的地方它是在这个房间里面 然后就在这里面 你会有纹森不 因为这个店是我和我朋友合开的 就是它是 我就是投资 然后它呢就主营那个技术方面 它会纹森 我不会 那你身上有纹森吗 我身上是没有纹森的 就是一个爱好这个字 好这样吧 我们在外面去坐着聊吧 好吧 来 喝点水吧 好 谢谢 好 来 这个猫是你养的吗 是我跟我和后人养的 平时挺喜欢小动物的 是挺喜欢的 这个非常的加分 因为我觉得养小猫小狗的人 应该都很有耐心 哇 它好可爱 耐心 别动 别动 大哥 大哥 女生是喜欢猫吗 我很喜欢小动物 那你要抱一下 可以吗 可以的 养宠物为吴先生加了分 图小姐抓紧时间 问起了吴先生的工作 男嘉宾你平时工作忙吗 平时工作还行吧 早九晚五 那就下班以后 回去外面 有时候有些应酬 有时候的话 就回家 踢踢足球 然后看看电视 为什么你有一份工作了 还会再想开一个工作室呢 这个家文身店的话 就 很多年前 应该是几年前的吧 然后就当时工作 本期工作是没有什么起色的 然后就朋友也提出来 开一个文身店 自己也觉得好玩 就一起玩这个家店开起来 然后就 就周末的时候 大家一起出来聚一聚玩一玩 有个落差的地方 很深远事 那还是很不错的 我还是喜欢我自己本质工作 但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业余 那你的本职工作 你想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我们这边 因为现在公司 不管是因为这个疫情还是什么 对我们都挺好的 我们的打算就是说 近早吧 公司新班派的任务完成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往上面走吧 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自己本职工作 我是做优势的 但是我觉得工资还不太满意 然后我也会兼职 做一些其他的副业 然后这样的话 我的时间也比较少 然后我看你的时间也比较少 那我们的见面 机会可能就比较少 那我们能怎么办呢 工作始终是低位 现在的话 然后反正就是说 工作 但它不是生活 生活 再匆忙它总会 只需要一点时间来见面 来约会 挺真诚的 就不是那种 就给人画饼之类的 就还是挺满意的 那你会做饭吗 做饭才有东西 是因人而言 如果是你的话 我肯定会做 如果是你的话 我肯定会做 如果是你的话 如果是你的话 我肯定会做 不会做我也可以吃 吴先生也太会说话了吧 让图小姐不好意思的同时 也对吴先生的感情经历 有些好奇 就是你之前的感情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挺顺利的 那怎么现在单身呢 因为一直没耍 就很顺利这个 反正就是从刚开始的幼儿园到现在 都没有少过女朋友 就挺顺利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母胎单身吗 对反正就顺顺利吧 反正一帆风顺 就这样飘过来了 就看能不能 越过你这从大三呢 不应该啊 你长得也可以 工作也这么好 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 你是不是骗我的 自己 十九二十岁 二十一岁 这个样子的话 反正就 也是孤无尽也 反正就 跟一些父母 都有出去喝酒 然后也没关注 小朋友这个 然后等真正的成熟了 然后就也没有时间去耍风了 那你们公司的 就是小姐姐多吗 商务BD这个行业呢 女孩子 凤毛凌小 几乎没有 不然的话 为什么会上 反正游戏呢 我身边 都是男的 而且都是单身 我这边的情况也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您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吗 嗯 我喜欢就性格比较好一点的 然后比较成熟稳重一点的 有相近心的 有相近心的 还有吗 嗯 可以做饭就更好了 那 也还行 嗯 对吧 也还行就是什么 也还行就是说 我都可以啊 哎 我觉得男生有点贵 你为什么就真的没有爽和朋友吗 就是 不光是你们在说我会聊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跟我的职业有关吧 因为商务BD呢 是会给 外面的人一百个人一百种说法 就是说我要推上 我要去 卖一种东西 一百个人过来 他会问我一百种问题 我就要有一百种说法去说他 就所以这样 所以我口才才这么好的 也不是说会聊只是说监管呢 那你是是不是只会说不会做呢 如果说我是只会说不会做的话 我现在不会做到商务BD主管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是说的说出来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会脚踏实力的去办好 那比如呢 如果你谈恋爱的话 你会为女朋友做些什么 实际上的行踪的事情呢 这个天马行空吧 你这样 其实说的都是天马行空 只有真正谈的时候做出来 那才叫真正的找他师弟 那你会给你的女朋友浪漫吗 浪漫是哪种浪漫 十七八岁的浪漫 那可不行 但是如果说您说的是 成年人的浪漫 就是说大家一起在看看电影聚会的时候 给一点小惊喜 这些浪漫我还是可以的 吴先生很有绅士风度 情商非常的高 确实让人很难相信没有恋爱经历 一旁的亲友团也看出了图小姐的担忧 他这个游戏我来等你 其实我作为AA朋友来说 我还是想帮他说一句 因为他工作性质的原因就是 难免就要交很多朋友 但是其实他这个人真正的朋友 其实就寥寥无几 就没有几个 但是很多所谓的那些朋友 都是点到为止的 就没有你想的那么多 因为作为职业来说 他需要去交很多的这样的朋友 但是这个朋友要打引号的 希望你也能理解他 你们文身工作室不是女生很多吗 他平时没有认识很多吗 其实他很少过度的参与 就有时候我们就是两个人之间 这样私下的打交道 关于工作室这一块 他完全就是放心的交给我 这边来处理 所以这边基本上 他很少通过我这边来交什么 一心朋友啊那些之类的 那你有给他介绍过吗 当然有啊 因为在遇到你之前 我不得给他召集一下 这方面的事情吧 那为什么没有成呢 工作太忙了 然后他这个人 比较慢热 因为做我这一块的人 都性格比较直接嘛 然后他有点接受不了那种 他是比较慢热的 喜欢就是慢慢的来 他慢热吗 我感觉不像啊 我今天也觉得他好像一点 也不那个慢热 就好像今天有点异常 可能嘛 你懂的 亲友团很给力啊 不仅且打了图小姐的疑虑 还向图小姐传达了慢热的 吴先生的心意 刚刚看到你跟男嘉宾聊天 非常开心啊 嗯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这个男嘉宾 我觉得他还是很不错的 就首先第一点呢 我觉得他比较绅士 就他就会首先 先到来等我们嘛 然后呢第二点就是 我进来之后看到他 还有两只小动物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很有爱心的人 我觉得这个男生对你 还是特别的上心 不管是刚刚他在楼下 怕你着凉 想给你衣服穿 还是到楼上来 就是所有的细节 都特别的好做到 其实我还是有点小纠结 因为虽然感觉他人还不错 但是我还是有顾虑的 嗯 顾虑些什么呢 就是感觉他太会说了嘛 我就怕他只说不做 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嘛 然后就是我们两个 都是慢热的人 就怕牵手成功了 就没有进一步的那个进展嘛 我觉得这个只有用 他用行动来证明了 他如果今天再接着说的话 我觉得说再多 可能你也不会相信是吧 那这个样子 我们再给你一点时间 你去思考一下 然后我也去问问男嘉宾 好不好 这边图小姐做着最后的纠结 那边吴先生的心意 却非常明确 感觉一个状态可以哦 跟平常一点不一样的耶 也还好吧 根本是什么样子不一样 我觉得 但都还是一个样子 都 哪有不一样啊 都差不多吧 我有那么多年了 我确实从来没感觉到 你能够对我 就是冷了 你冷不冷了 我衣服拿给你脾起 我从来 我从来没感受到那种待遇 你觉得好暖哦 哎 男子吧才女士啊 是吧 就是个小女孩 是吧 哎 那个小女孩不一样的嘛 真的是 哎 都一样呀 是不一样 是吧 像你跟我说老是吧 你觉得女孩到底 你个人心头哪个感觉吗 我我觉得 女孩 嗯 给我感觉犯的 比你介绍的话 所以女孩感觉好多了嘛 哎 犯的还是 需要时间 慢慢聊成了呀 那个 神经次表这些都不 是吧 事不一样了 人家抓住机会 该上的招式都要上去 哦 哦 了解是一方面 你别了解你 你别展开过你的公司 不要慢慢认来 虽然心理是不要这些东西 但是你不急呀 都盖不到那个东西 我成到那个天人的冷 那个是里头有些 比较暖暖的一种 造势一些 摔出来 我温暖还是别高 哦对 我上海老板嘛 上海老板嘛 上海老板嘛 哦对 可以 嗯 哦对 点赞 喜欢就是要主动出击呀 好 好 好 以前你送你东西 我也没买啥子东西 能够我跟你藏手过吗 原来你是我最想不想 可是你也爱我呢 我爱心心情靠的 那么只要为我赢得你 一路没有就是你 一切不然的真心 今天的这种经济吧 还是挺坦克的 我觉得遇见一个 这个人还是很不容易 他本来是一个卖料的人 但是他为了我 还是主动的去做这些 他是空谈的 然后就想给他一个回应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